这样吧 既然咱们两个人都特别喜欢西游记 咱们挑一个共同喜欢的情节来表演表演 好啊 那咱们就演这个 猴王初问世 大战红孩儿 收服青牛怪 真假美猴王 就就就就猴上去了 就就就猴上去了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孽畜还不现原形 我是等悟空 我是我是我是 谢谢大家 不是你干嘛去 没录完呢 还没录完呢 这台上有你够热闹了 这不表演 要我何用啊 怎么挑情节呢 不是你瞧瞧你那个样子 怎么了 什么挑情节挑情节 我喜欢情节一个没跳上 我喜欢的也没跳上啊 咱俩扯平了 我从北京大老远跑这跟你扯平来了是吗 那怎么着啊 不是咱挑一个情节表演啊 那我那我 看谁演的好啊 行那我挑一个啊 咱们挑这个 头一回吧 什么呀 猴王初问世 这怎么演啊 这好演啊 你演猴 我演石头 是 我抱着你 你把我挣脱开了 往观众心那儿蹦 空中转体 三周半 躯体暴息 马赛回起来 来大亮相 那个 其实你刚才说那动作 我完全能来得了 你明白吗 但是我怕我蹦过去 观众受伤 你们都闪开 让他蹦啊 别别别 所以这个咱就不演了 咱就换一个 为什么不演 这太闹腾了 哦 太闹了 安静点的 幻音不闹的 不闹的 那就 大晟闹天宫 你耳朵有火 是怎么着啊 这不挺好的吗 不闹的 不闹的吗 咱找一情节 找什么样的呢 找什么样的 咱找这人物多一点 人物多的 有对手戏考验演技的呀 那就只能是这回了 哪回啊 途经女儿国 那咱就演这个吧 来吧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说的是唐僧 师徒四人 一路上跋山涉水 去西天取经 但是女儿国国王 对唐僧是一见钟情 唐僧是出家之人 不贪恋她的美貌与荣华 在这时候 猪八戒过来了 让老猪人吸气吧 国王你看我怎么办 行啊 我没你像 什么叫没我像啊 没你演的像 不对 这没有猪八戒什么事 别演这个了啊 你不就演这个吗 就是女儿国这一段 演女儿国 咱演这个最精彩的 哪段 提亲这段 那咱们区分一下人物吧 那我先选 你选吧 我选这个英俊的唐僧 那我来这美丽的国王 来不了来不了 这样这样这样 咱都根据自身情况选一选 咱们先说了都有谁 都有谁 有这个唐僧 有孙悟空 有猪八戒 有沙僧 有军师 和全体的女儿国子民 那么多呢 对 那分配一下角色 那我先挑 你挑吧 我想演唐僧 演孙悟空 演军师 你演沙僧 猪八戒 和全体的女儿国子民 那我可够热闹的 我 你看你演的多 那没问题 先先你的演技 咱们直接开始 咱们开始 军师先说话 玉帝爷爷 此乃西凉女国 国中从无男子 今日贵客降临 本军师特意为我主 求亲来了 求亲 师傅管老板的 以花园 叫亲是吗 胡言乱语 贫僧乃是出家之人 岂有魂俗之力 不知军师求的是何亲呢 我主愿以脱国之父 招您为父 没有我呀 此事万万不可 大张玉是不要措施良机 说词说词 到我了 到你了到你了 谁的词 沙僧的词 沙僧的词 快 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不是这句 大师兄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 不是这句 大师兄我被妖怪抓走了 你走吧 我妈不让我跟你玩 沙僧不就这些词吗 你给观众带来了多大的误区 人家词多着呢 什么误区啊